大家好,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组长何启公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为降低国内社区感染风险 请国人一起保持适当社交距离 以拱手代替握手 并遵守以下几点原则 一,请与他人保持室内1.5公尺,室外1公尺距离 正确戴上口罩后,则可免除社交距离限制 二,拥挤或密闭场所应全程戴口罩 如在电梯内或用餐时,均应避免交谈 用餐后若要交谈,也要记得戴上口罩 三,防疫期间请避免出席展览会、TV竞赛、演唱会等近距离接触的社交活动 保持社交距离,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生命有无体,拔水有长流 生命电视,慈悲奏酒,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活取熊胆 这些熊身体被人类穿上了铁衣 无法活动 连自杀也不能 它们的身体被挖了一个洞 插入一条管子倒胆,每天活取胆汁,鲜血淋漓 在越南,中国,有许多大大小小合法或私人的养熊厂 养熊厂里的黑熊品种多数是月熊 它们的任务是活着并提供胆汁 活熊取胆的方法是将一个金属管永久地插入熊的胆囊 另一端落在熊的腹部外面 因为伤口裸露在外,永远不会痊愈 所以经常感染 为了增加胆汁的流出量 熊厂会用特制的针管扎进胆囊取胆汁 每到这个时候,被抽虚打扎的熊都会疼得惨叫 并把自己的父母抓得血肉模糊 有些熊因为无法忍受抽虜的痛苦 会用头部去撞天空而造出精神错乱 并把自己的肝肠内脏都拉扯出来 工人看到这种状况时 就想到了一个非常残忍的做法 就是制作铁马甲 帮他们穿上一辈子 这样就可以防止黑熊自杀 可怜的黑熊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 受苦致死 这种铁马甲非常笨重 把大熊的整个身体全部靠下来 只有肝脏的地方开一伤口来抽取胆汁 这些穿上铁马甲的大熊 在抽取胆汁时 除了惨叫、颤抖 就只能偏离一头 连自杀都无法做到 正如你所看到的 这里是一个酷刑士 一个熊的地狱 他们在这里根本无法活动 无法站立 无法转身 只能默默忍受着 每天两次的活体取胆 当这些可怜的熊得了重病 再也炸不出胆汁时 就会被扔到一旁 不给食物吃 让它慢慢地死去 曾经有志母熊痛苦不堪 有一次找到了机会 首先把铁笼子敲开 熊跑出来了 快跑啊 去把自己的孩子小熊杀死 就是不愿意让小熊 受这种一辈子的痛苦 在它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后 这只母熊也自杀了 其实熊胆并不是什么名贵中药 完全可以用草药或人工合成代替 请大家告诉大家 请大家尽全部可能的力量 广泛宣传 坚决不买不用这些熊胆制品 海塔拼死位子 从前 好大的一只海塔呀 今天的运气可真不错 虽然海塔在水里溢成灵活 可它上岸后 却行动迟钝 所以 这位猎人没费什么力气 就抓住了这只大海塔 这只可真大 皮毛也不错 这一身皮毛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猎人拨下了这只大海塔的毛皮后 就把尚未断气的海塔 藏在了草丛里 准备傍晚的时候再拿走 果然好大一张皮 这海塔真的太大了 就先藏在这 等晚上再回来拿 到了傍晚的时候 猎人回来寻找那只大海塔了 发现不见了 奇怪 我明明把那只大海塔藏在这了 怎么会找不到了呢 傍晚归来的猎人 寻避了那片草丛 却怎么也找不到 那只大海塔 再仔细一看 猎人猛然发现草地上 依稀粘着血迹 这是 那位猎人沿着草上的血迹 去找寻 在血迹消失的地方 他发现了一个小洞穴 猎人猎人看头 往洞里一看 不禁大吃 原来这只大海塔忍着脱皮之痛 挣扎着回到自己的家 就是为了 为这两只嗷嗷待哺的小海塔 最后一口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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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应该打死不害她 从那以后 我便放下屠刀 来到这里出嫁为僧了 饮食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果腹 最高的目的是为了美味 而在果腹云美味之间 其相去何之百千万里 可是我们的味觉 由入口到喉咙 只有十几公分 过了咽喉 就什么都感觉不出来了 我们何人 为了这十几公分的感受 而残杀如此多的生灵呢 这是一位出家僧人 亲自讲述的事情 希望所有见到这个故事的朋友 能把它讲给您所见到的 每个人听 希望他们都可以在 听到这一则故事后 内心会有所触动 进而学习 戒杀放生 水牛的哭泣 这是发生在香港的一件真实的事情 一头水牛改变了屠宰供艺声 据新闻周刊报道 在香港一家包装厂 一位工人牵着一头水牛 走向厂区的屠宰房 他们准备将这头水牛宰杀 做成牛排和炖牛肉 兄弟 你在做什么呀 怎么跑到工厂里放牛啊 放什么牛啊 这可是今天的晚餐 哦 真的吗 这么说今晚就有炖牛肉吃了 当然哦 还有牛排呢 下班后早点去吃饭 去完了就只剩烹了 看来今晚就好好吃一顿好的 打打牙记了 哈哈 就在工人牵着这头水牛 接近屠宰房门口时 奇怪的一幕竟然发生了 那头悲伤的水牛突然停止不走了 突然那头水牛两只前脚往前跪下 眼泪也跟着扑索索的流了下来 快走 听到没有 你看它 它好像在哭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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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怎么回事 难道它知道我们要杀它 可是它还没有进过屠宰房啊 它是怎么知道自己将要被宰杀呢 这头哭泣下跪的水牛吸引了众多工人跑来围观 现场挤得水泻不通 就连屠宰房的屠宰宫也闻讯跑过来看 很多人都被眼前的景象给震住了 人类一直以为动物是不会像人一样哭泣 可是这头水牛真的像个婴孩一样的哭泣着 当我看到这种被人们认为是愚笨的动物 竟然在哭泣 以及看到它那充满恐惧和悲哀的双眼时 我忍不住地发抖起来 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地讶异 我们不停拉着那水牛 可是它却一动也不动 只是跪在那边不断地哭泣 围在水牛周围十几位工人的心被哭软了 不择宰杀的屠夫的内心更是受到了触动 眼泪也不禁夺眶而出 到了牛也哭人也哭的份上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没有一个人忍心下手杀它了 不如我们把它放生吧 于是大家决定一起出钱买下这头哭泣的水牛 并且送到一间佛寺 交给那些会爱护它的出家人 好让它可以安心地度过这一辈子 这是个好提议 我赞同 我出一百元 我出两百元 那我出一千元 就在大家做出决定后 神奇的事又发生了 这头水牛似乎得知我们不会杀它 它竟然站了起来 然后紧紧地跟随着这些人 它好像真的能听懂我们的话 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看来我必须换个工作了 屠宰的工作我是无法再做了 当我准备宰杀动物时 将永远不会忘掉这头泪流满面的水牛 我们也是 看来这头水牛改变了我们这些人的一生 虽然这件事情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但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 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